嗨,大家好,我是志願 現在天還沒亮,大概早上五點 因為我們今天員工旅遊,那飛機很早 所以我們就要先到機場 所以天還沒有亮 就是這樣 通常我們搭飛機的時候 都會大概提早兩個小時到 假設我們6點50分的話 大概4點50分就到了 就差不多約莫這個時間 好,差不多啦,基本的明星都是這樣子 好,這是我今天的穿搭 大家有看到就是 墨綠色的衣服 你也知道現在iPhone出了墨綠色 所以我就跟著穿墨綠色 有時候上飛機你頭靠著 頭髮都歪掉 所以還蠻建議大家可以戴帽子 如果你戴任何一種帽子都可以 我今天是戴這種不規則的漁夫帽 然後墨鏡純粹就是增加一個明星的感覺 當你戴上帽子還有墨鏡的時候 在機場看起來好像就會有點像明星 其他的話我今天就穿短褲跟涼血啦 盡量的話我會穿稍微休閒跟簡便 那你有看到我是穿薄長袖 薄長袖的話這樣子上飛機比較不會冷 還有在機場的時候冷氣會比較強 我會穿薄長袖 如果沒有薄長袖 我就會穿一件薄外套 還有 建議大家大家都可以 不要用皮帶 像我自己的話 我就不會用皮帶 因為在剛剛有一個地方入境 他會要你把身上的東西都拔掉嘛 那我盡可能身上就會越來越少零錢 然後沒有皮帶 盡量什麼都少一點 這樣子的話 可能才會是通關比較方便 總之 在機場就是要時髦跟方便 就是讓人家覺得 哇幹好像有點像明星 然後你要低調 但是又有一點點不一樣 最後你出來的時候就不會 身上好像拖拖拉拉 像我剛剛講帽子啊 墨鏡啊 然後包包放著 其實就好 很方便 OK 我來拍我同事 大家樂的機場 穿搭給大家看 現在我原先在港港吧 機場必備的眼鏡啊 一定要 還要就是 短褲 舒服 舒服啊 你說不能太複雜 不能太複雜 就是一個點綴就好 然後 必備一定是墨鏡 大墨鏡 然後要超過臉的三分之二的比例 為什麼 這樣才會時尚 明星感 最主要是要明星感 機場穿搭中 是高搖 看起來會比較長 為什麼機場要推比較長 你們看我同事 我同事穿這個 這什麼啦 請問 按鈴嗎 有有有 你的穿搭重點是什麼 穿搭重點就是 是這個 沒有中 謝謝 這些後面都是我們的粉絲 可以啦 今天粉絲見面會 我們來到去韓國了 有沒有 墨鏡真的很重要 你看我們是不是一帶 就有一種明星的機場 就是有經紀人在旁邊 經紀人 看他有沒有明星的機場 有啊 帶上去氣場加倍 有啦 明星就是很需要這個啊 好教大家這一招喔 好啦你看我後面的小弟就是 現在把眼鏡帶上來就變 他現在就變我們的保鏢了 戴眼鏡了 因為大家也知道 我就是美髮知名YouTuber 好啦我要趕快 上飛機了 我要尋找我的座位 好我現在已經上飛機 找到我自己的位置 剛剛我原本很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高雄的機場 但是我發現真的太無聊 就是 剛剛有看到三個牌子 就是那三個牌子以外 其他就沒有什麼牌子 就是 賣煙的啊 賣酒的啊 賣飽品 每一家機場都一樣 所以 高雄機場真的就是逛起來就是 太朴實了 太朴實了 好啦好啦我們就 等去首爾吧 掰 我現在在那個 韓國的廁所 一場廁所 這一場很漂亮喔 這個廁所 所以特別想拍一下 還有一個很美的人 這裡 來給大家看第二枚的人 嗨 這個廁所都有明星會走出來 你好 大家好 謝謝 好熱心喔 耶 你好 你好 你先學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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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給你一次機會 我是什麼 你在講一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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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現在來拍一下 歐巴通常都要怎麼講話 你試試看看 你後面 如果你失敗他就是 阿傑西 對不對 好 好來 你先 你先 停車來了喔 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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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招牌笑了 好了啦 我們 要吐了喔 我們要吐了喔 UL3 阿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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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晚一點 對不對 然後早上啊 想睡到晚一點 是不是 我盡量 那盡量配合大家 好 那大家可以做參考啦 好很多餐廳啊 我們現在要去吃午餐 怎麼那麼熱啊 不是說轉涼了嗎 善良的說 喔 善良的人 我預計會有很多天都在吃這種東西 就不多說囉 這不用介紹了 今天很會烤肉 有在烤肉店打雞肉嗎 好啦 吃一個給大家看 就烤肉 謝謝 來我們現在來到 青春女人街 因為我們就是 吃完飯之後 就在女人街附近 來給大家看一下女人街 然後 我們剛才買了一杯咖啡 好喝的咖啡 清菜要喝喝喝 阿我的號碼來了 我剛剛買了這個 egg drop 這個一個 四千塊韓幣 三千九啦 三千九韓幣 我買培根口味的 來我來吃看看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egg drop 我知道很多人拍過 所以就是 隨意拍一下 我第一次吃嘛 我就是看網路很紅 經過不小心看到 這很好吃耶 真的很好吃耶 裡面很像歐姆蛋 有起司 有培根 三千九韓就還蠻便宜的 我們女人街就吃完這個 就給他結束了 我們要走囉 拜拜 我們現在 導遊帶我們來玩 Running Man了 這是 應該是人事動 他這裡寫人事動 應該就是一個體驗館 玩遊戲 他說就是 我網路上有大概看一下 大概就是這些闖彎的 如果沒玩過 你就可以 看我玩一下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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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要排什麼 就是我們等下要比賽啊 而且我對手是這種 一看也知道我會贏 你運動尖叫 要來球隊的咧 真的假的啊 他就是你每一個人錄都按了 有發光 就是有得到這個分數 就過關了 所以他就會累積這個分數在裡面 那我們現在就會來到第二關了 30秒內的150次啦 好累喔 在 我看超累的 254 林林加油 你也太爛了吧 那樣挑戰失敗了耶 失敗了啦 現在我們要來玩第四關了 這個是什麼啊 你的手環要放在有R的地方 喔 對 沒錯 我剛剛有點搞不清楚遊戲規則 但我現在發現 大家看一下 這個上面因為有一個R 然後我的手環 然後碰到這裡 我就得分了 我就在這個裡面找到R 然後這裡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因為這裡 還蠻擠的 然後大家擠來擠去 然後看臭味有點重 來這裡有一個R 像這樣 他搬光 然後我就得分 那邊好像有一個R 我需要那邊得分 然後得完分 這關就完完了 裡面找到九個R 找到的話我就任務成功 走吧 裡面超黑的 然後就是你要摸黑 然後就 就営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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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囉 總之我也不知道 我摸了幾個 這個是玩分貝爾 尖叫聲 就是可以得分 啊 railway Audio 有了 幫你們 來幫你們 開 然後大家有看到 牆壁有一些小按鈕嗎 然後按出來確實目 我要再試一次了 我一定要成功 好來今天換你挑戰囉 我真的最後一次挑戰我會成功 我覺得這個遊戲如果讓人生氣 我覺得這一關我們就讓他失敗好了 如果你要玩你要三個朋友一起玩 剛剛我們發現了 這裡好像是比較簡單的 所以我現在挑戰一個簡單給大家看 沒有 我是輸 原來跟他三台難度都一樣我還被騙 來我們來看 我來玩這個 30秒 Ready 我挑戰成功了 我跟你說 我真的有夠欠耶 我31歲了耶 沒關係我還是跟他拚了 來 進入囉 謝謝 基本上這就是一個讓人會生氣的遊戲 你有沒有覺得 OK 韓國的小女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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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Youtuber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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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會講韓文 Sorry 掰掰 一波幼 我大概就會講這兩句啦 看電視學的 但他們好像有對Youtuber有感到友善一點 欸 我最後呢 應該就是 阿傑西了吧 應該不是歐巴了吧 而且我現在痘痘又爆掉 應該真的是阿傑西了 好像笑的 好現在這個遊戲就是把球都到這個中裡面就會得分 然後我的競爭隊友就是這些小孩子 這裡根本就小孩的天堂 這就是 這就是Roser嗎 天啊 為什麼 還要走這個 一個堂堂Youtuber自己 爬這樣 我告訴你們要玩就是要這樣 拍幾下 230下 好230下 好33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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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新粉絲啦 我在韓國的新訂閱者 現在這個地方阿 就可以檢查我的分數了 你幫我查錯過的吧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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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出來給大家看 46分 來你幾分 48 我88分 88分 不要作弊 不要作弊 46 來來來來 我57 我58 全隊最高 我58 盧姿遠幾分 盧姿遠作弊阿 好了我剛剛就是已經玩完那些遊戲了 剛剛丁丁就是很認真幫我拍攝 謝謝他 我告訴你們 來玩runyman我真的覺得還算蠻值得玩的 可以來聽聽看看 裡面的話就是小孩真的很多 然後他最後會給你一個分數 像我本人就是得到了 看到了吧 滿分88分我得到58分 如果你分數比我高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然後丁丁就是 歡迎來挑戰 隨便玩的啦 我就是拍攝啦 隨便壓一下 8分 可是你這樣看我玩 你會覺得還好你沒玩對不對 真的很累 因為真的很累 我剛才覺得我用盡了就是 我用生命吧 對他的 體能的東西 對他都是那種跑啊按啊按啊 其實裡面有一些就是很讓人生氣 就是你的心很累 總之我剛剛真的也給他run起了 如果你有來韓國的話我覺得好像可以來體驗 可以來體驗看看 而且假如你有小孩歡迎 真的可以來體驗 就是你可以帶你的朋友 或者是帶你的小孩 就是情侶一起玩感覺也還不錯 會很 可能會打架吧 不會啦我小甜蜜 遊戲結束之後啊 就有一個小徽章 這個 然後這蠻可愛的 有得玩有得拍啦 我覺得今天還要這個真的很值得 真的值得而且 而且我說真的 我們根本也不是自由戲 我們就是跟團 其實跟團比想像中的還OK對不對 舒服 對很輕鬆 好啦我們現在就過完這輕鬆一點 但是我剛才就是體力已經耗盡了 順道再一題 韓國的咖啡 超好喝 好今天就到這裡啦 如果你有其他問題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會有更精彩 今天才第一天而已 有更精彩的嗎 會有更精彩 好啦我們盡力啦 我是你的法行士支援 下支影片見 掰掰